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广告成为近年有很多人关注的话题 例如艺人受欢迎的指数 电视台的生存指数 以及网民对女的子弹等等 最近TVB的广告又好像热闹起来 单纯,冠名赞作近期出现的品牌有 子痛退热散 马 公牛黄丸 中国 制集团 Io消毒湿纸巾 抗音院 5.5 结肤肉炉 方 床褥 天涯啤酒 …… Come on 中国 …" 治愈世代计划 …… 婴儿奶粉 …… 不算了 如果在节目上提提一提 就有广告费收 太好了 我等这一日到来 人生满希望 看到一篇关于今年2023年第三季广告开支的报道 资料是来自广告媒体监测商 Adman Go 在十大最高广告支出品牌集团里面 可否作为参考电视台广告客户带来的收入比重呢? 别误会,这排名不是电视广告支出 是整个品牌的广告支出 包括很多范畴 所以我说只是参考 假如只是看电视广告 今季整体下跌了 2023年第三季 十大最高广告支出品牌集团的排名 由第一位顺序开始 第一位唯特建宁健康产品 第二位DFI零售集团 即是之前提及的牛奶公司 第三是汇丰集团 第四是P&G 第五是Samsung 第六是美心集团 第七是恒生银行 第八是LVMH Group 第九是麦当劳 第十是国泰航空 第一位唯特建宁 在TVB的出现机率很高 广告开支增长按年升了11% 在电视节目中段的广告时间 东张西网直入式广告 甚至早前Ascar和石仔拍的广告 …… 行商场时都看到他们的人形指牌广告 同产品还有之前的黄志文 开心速帝大小姐林淑敏 陈山聪的 胡 胡定欣的 太多了 再说今集真的变了广告时间了 我已经亏本了 这个品牌都有在其他电视台投放广告 总括来说是TVB一带的广告客户 今季的广告开支总值是74.6亿 今年通关直接带往市道 但遇上高息影响 反而令暑假广告开支下滑 政府推动夜经济 虽然市场意见好坏参半 但初期也带来正面影响 通关最大的得益可能是旅游业 增长接近一倍 国泰航空的广告开支 按年上升达到2.33倍 以十大品牌集团统计 开支增长最多都是国泰航空 按年增长有233% 其次是麦当劳 按年增长114% 最近麦当劳有什么广告呢? 男团之后感觉好像静了很多 反而开支比之前大 知道原因的朋友不妨留言告诉我 排第二位的DFI零售集团增长6% 至于汇丰银行和恒生银行的广告开支 因为受到经济不明朗的因素影响 分别减少了17%和6% 品牌之后就是整体整个行业的排名 分别就是 第一位 银行信用卡及投资服务 第二位 药物及医护 第三 肉室及家居用品 第四 化妆及护肤品 第五 餐厅 第六是零售 第七 建美食品及补充剂 第八是食品 第九是旅游 十是地产 旅游业在疫情之后 广告开支按年急升99% 由去年的第十九位重新打入十大 跳到第九位 不过令到飞天爷爷只是有点意外 大家期待通关之后可以带旺经济 意外地发现 原来有这么多香港人是不愿意留在香港消费 外游的外游 回内地的就回内地 除了困在香港太久没出去 还是还有其他原因令香港人不想留在这里消费 不过 饮饮食食仍然是基本消费 虽然现在的夜市大不如前 但大家都要出去吃饭 餐饮业在广告开支按年上升了12% 十大最高广告支出行业 是由之前的第九位升到第五位 听到这里到底有多少人闷得走了呢 以上的资料是真的有点闷的 其实有多少人会记住这些数字呢 互联网年代 看看社交媒体的情况 好像贴身一些 上季社交媒体广告开支 是六得按年 12%增长 是这么多媒体里面 升幅最高的 流动及户外广告 也有7% 和4%增长 至于可能在这里 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电视广告开支 按年下跌了22% 下跌的幅度是最大的媒体 所以电视台现在必须开发更多的收入来源 例如电商业务 直播带货 商演 制作服务 版权 之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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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非天爷爷多么门外看 数来数去都只有这些 即是大家听我的节目 听一下好了 吹水 如果大家想听吹水之鱼又有料到的节目 非天爷爷有介绍 非天爷爷想推介大家 收看五中行和周国锋的直播节目 暂时他们做了两次 最近一次有唱片界的宣传街歌 节目很棒 好笑之余都大开眼界 我又帮人买广告 今集我真是亏了 都是题外话 昨天我将一集节目 折录了三集短短的精华 因为之前那集的节目 十几分钟 真的很长 我很担心 吓走人 所以就试一试这个形式 会否方便大家去转发 甚至吸收内容的话题 当然了 我希望大家去听触本多些 如果您喜欢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但假如您恨非非天爷爷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之后 记得按下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 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您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 和删除留言 万一被非天爷爷措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 是无法救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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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